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传一 旅行 少峰 于斌 管月 赵龙豪 纳吉玛 夏娃联合主演的古装言情电视剧《东宫》正在优苦视频全网独家播出 在已经播出的剧情中 李承鄞 陈兴叙事与小峰 彭小冉氏出玉石的滚红纱 荧光中的定情吻 以及醉酒后的床东等高堂分的桥段 让东宫女孩欲罢不能 而未结束的单吃婚礼让大家更加期待两个人后续的感情走向 东宫掀起全网追剧热潮观众集体 还原真香现场开播手周 东宫凭借着深入人心的角色设定 以及轻松与高能病重的故事节奏 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追剧热潮 随着剧情不断深入 东宫女孩的讨论热情持续上涨 不仅话题讨论居高不下 东宫 东宫男女猪等话题词更是轮番登上微博热搜榜前列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此外 陈兴旭 彭小冉 魏千祥等年轻演员形象 气质与圆着人物十分贴合 真实自然的演技更是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不少人表示 东宫最初公布主角人选时 网友们还对演员抱有怀疑的态度 没想到剧情播出没多久 大家就集体真香了 首播中 顾小五的形象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与景颜盛行的五皇子李承鄞相比 身处西周的顾小五就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天性 他爱笑爱闹 愿意为心上人付出一切 阳光开朗的性格不仅赢得了小峰的芳心 也受到东宫女孩的青睐 为了展现人性的复杂 东宫特别赋予李承鄞很多面 每一面都反映着他当下的内心变化 这种情感外放的表现手法 不仅让剧中人物更加丰富立体 也为之后的剧情反转埋下了伏笔 望川夫妇同行深情速感情 见农田煞旁人从结伴去丹蚩逃避和亲 到前往西静安护府寻找救兵 望川夫妇一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 为了保护小峰的安全 李承鄞用自己的伤队掩护他的行踪 还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他藏在水下 躲避朔薄骑兵的追赶 当李承鄞深陷流沙时 小峰也同样不顾个人安危 以一己之力帮助对方脱离危险 一次次并肩作战让望川夫妇的关系 从萍水相逢变成了患难之交 他们的感情伴随着彼此深入了解与日剧增 剧中 李承鄞与小峰单纯炽热的萤火虫 只稳让人品尝到爱情之初的美好 确定婚约后两个人的醉酒床东 更是给观众带来了甜蜜的暴击 大家纷纷表示望川夫妇太甜了吧 我可以单身 李承鄞小峰必须所死 在今晚的剧情中 小峰原本跟随安国公范事的事 去豊朝和亲 无料途中被高贤旅行士将军送入李承鄞的影像 两个伤心人再次相见会有怎样反应 小峰能够原谅李承鄞的不得已吗 另外 旺川夫妇跳旺川的名场面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这一跳真的能够让他们忘掉曾经的一切吗 大嵌 大嵌 有数点 有数点 倒计时供 解写了 飞 飞 飞 逢 秦 戟 飞